外观向行动电源 实际上是业者新研发 标榜没有固定SIM卡 能跨国使用的WiFi分享器 很多的商务客人 或者自由行客人 我去欧洲 德国玩三天 法国玩五天 甚至跨境回到亚洲 都可以一击能够游遍全世界 锁定商务人士或一次去多国的民众 因为市面出租分享器 都是一台机器在单一国家使用 如果到香港澳门出差六天 就要租两台机器 尽管不是每天都用到两台 却都要付六天的钱 而新分享器带一台能跨国使用 设定香港跟澳门 各使用三天相对划算 还有农历春节假期当中 很多人准备出国玩 来看到业者推出 这个一机多用的WiFi机 这个一机多用的WiFi机 不仅可以让网路连线 而且可以随时当 这个随身的充电器 还有随身硬碟 业者说向了新发明 营收渴望突破六亿元 身材火辣的空姐 台上卖力热物 替活动揭开序幕 这一回要发表的产品 和它们一样超火辣 小小一台发长大的机器 不仅可以当WiFi机 一次供五只手机使用 还可以拿来充电 甚至可以当随身硬碟 储存照片和档案 而且过程完全不需要传出电 算是蛮方便又便宜的吧 假设你出国你会想要加这个东西 会吧 就是看去的国家啦 对对对 这看起来是还算蛮便宜的 一机多用 民众哲哲称奇 业者看着国内庞大的旅游商机 一年有1100万人次出国 但每次出国都要换手机SIM卡 实在很不方便 因此研发出虚拟网路WiFi机 锁定台湾1元100亿 全球是只高达1000亿的商机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 可能出国的时候 都还是一样需要Data的需求 花费了将近9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 研发出来一个虚拟的Virtual性的一个概念 业者第一阶段 先看旅行社 国际旅馆 以及海外企业合作 接下来再把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 台湾药区观光大国 网务业者夺得先机 赶在农历前发表 突破新技艺产品 准备大牢一名 跨境行动上网业者 以急掌方式 宣告这款最新科技 虚拟跨境无线上网分享器M1 正式推出 未来不管是出国洽工或旅游 只要有这一台M1 上网充电储存档案 通通一击就搞定 你在漫游的时候 你并不是在漫游 而是你使用的是当地国家的SIM卡 因此你所使用的费率 也是当地国家的电信费率 这种架构之下 可以省去了漫游的成本 跟高昂的费率 为了让出国民众更便利 加藤科技致力研发 跨境上网技术 M1分享器不需要SIM卡 就具备4G上网功能 而且还有国外跨境服务 让来往国际的商务人士 能享受最佳的便利性 全球的旅游人士一共有8亿多人 在一年当中都在相互交错的旅游 因此我们看待这个商机 在全球来讲将近有1000亿以上的商机 随着全球化脚步 出国洽工民众与日俱增 电信业者的漫游服务费用高昂 而一般分享器又有连续跨境的问题 因此虚拟无线上网分享器的推出 无疑增进使用性与便利性 未来有机会成为分享应用科技产业的领头羊 创造更多商机 现在即便出差到世界各地 也不用急忙换当地的实体SIM卡 透过APP或是特定软体 就能让自己的手机随时都能打到其他国家 这样的方式被称为虚拟SIM卡 虚拟SIM卡2011年推动 最早出现在2014年 苹果推出的Apple Air 2 内建了一张Apple SIM 不用换SIM卡 用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商 包括AT&T Sprint T-Mobile等横跨90国 在当时 这个创新想法 没有获得太多营运商的支持 导致Apple SIM的推广进展缓慢 他讲说 只能用某一家SIM卡 某一家电信公司SIM卡 我想另外的两家电信公司绝对抗议 所以Apple SIM一直在全世界 没有办法大量的推广 主要原因就是受到 全世界电信运营商的排挤 今晚虚拟SIM卡的出现 没有获得太多支持 2015年4月 搜寻龙头Google 宣布在美国市场 推出无线通讯服务 Project Free 结合Sprint T-Mobile等通讯服务 只限定Nest 6智慧型手机 微软在今年初宣布 进化推出用于Windows 10的虚拟SIM卡 台湾跨境行动上网公司 也喊出全球卫一口号 推出虚拟跨网分享器M1 不限手机型号 45国都能使用 首播主打饭店和旅游业 光是在台湾的营业额 应该可以创造10亿以上的营业额 假设加上日本 或者美国的市场营业额 我们今年可以破百亿 虚拟SIM卡 科技龙头 吸手电商 横跨多国提供服务 目前都处于局限阶段 实体SIM卡 是否将被取代 或许从网路 世界的发展推算 就可以看到答案 新唐人亚特电视 成为模拟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